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欢迎回来Color of Life 繼續Test陪着你们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去Office 大家都会穿西装 但为什么可以穿西装又清新又个人 的Style呢?就不是真的这么简单 今天很开心 欢迎安尔和Kony 欢迎两位 Hello 欢迎两位来到Color of Life 今天请两位来讲 就是讲一下西装的定型 因为现在很多人都会穿西装 例如Office 今天安尔穿了一套很荣和的西装 有很多人将它当作是 Smart Casual 可能是一条牛仔腑 其实西装的历史 都挺遥远流长 由我们在英国的统治之下 殖民地的时候 已经开始进入我们的社会生活 但我想问 其实现在今时今日 多不多人订造西装的呢? 都多的 是的 都多 普遍都是上班一定要穿 还有你见工 见客 甚至乎你去宴会的时候 你都需要穿一个很荣誉的礼服 嗯 这倒是 其实市面上 很多店铺都有西装 一些现成的 但当然一定不及度新订造 那么舒服 那么有个人的style 我想问一下 安尔 现在你身上穿了一套很荣誉的西装 西装 其实已经经过很多的改进了 因为以前 英国令代的时候 很多Laser 很乏张 很浮河 很多花边 到现在已经改到 很classic 很漂亮的cutting 在身上 但其实我想问 订造一套西装的流程 除了第一时间找你们之外 应该是怎样的呢 那首先呢 客人一进到来 那我们一定是给客人选料先 那料方面 多数我们都是用意大利 或者英国的料的 那意大利料呢 就会比较软熟一些 和会滑身一些 那穿起来之后 就会舒服一些 那如果你说是英国料的话 就会结实一些 和会挺一些的 穿起的就会不值一些的 那选料之后呢 我们就会给客人选择那些款 譬如说 如果你是行政人员的话 或者是那些高级的 比如老板 那些我们就会 suggest他选择一些 比较formal一些 classic一些的款 那如果你说普通的 员工啊 那些年轻一些的 那反而就可以选择一些 比较fancy一些的 穿起来就会比较sharp一些 那选择了料 选择了款 那我们就可以度身 度身之后 我们就会 约会客人 做试身的 那通常我们就会 试两次身 之后就可以做好交给客客的了 明白了 那还好在中途 就试一下试身 看看有没有大的位置 需要收集的 那样 是不错 始终特性的时候 虽然说度身病做 但未必真的拿捏到最适合的尺寸 所以都是试上身 真的为之最好 那有什么要改进 那我想问回 刚才其实有多少个步骤 但在选料方面 我听到第一个步骤 我要先选报料 但一进来 好像这样 你今天也带了很多 sample 给我们选料 花多眼亂 很多不同款 有意大利的 就比较柔软 英国的质地 就比较挺 但那客真的决定不到 你会怎样 给一些意见的客人 让他容易决定 用什么材料去做他的西装 那首先 我会问客人 是什么时候穿的 譬如说 我们有分四季料 薄身料 和厚身料 如果他想全年都可以穿的 那我们会让他选 8-10盎司重量的材料 那如果是说会薄身一点 需要在夏天 或者是一些炎热点的气候的地方穿 那我们会让他选 8盎司以下的薄身 会透气的材料 那相反你11盎司之后的厚料 那一定是冬天的时候穿的了 那选了这些重量之后 我们就会问客人 是什么场合穿 譬如说你上班 见客 那一定是穿一些 比较正装一点 深色一点的西装 譬如说是一些条纹 格仔 一些很有势的人质 这样做的 跟着如果是想做一些比较casual 一些的 或者是一件单jacket 可以搭一些卡其裤 或者甚至乎是牛仔裤的话 那我们就会给他选一些 比较有些大一点的格仔 或者是鲜艳一点的颜色的pattern 还有如果是传统的navil blue blazer 那便会选一些保蓝色的材料 配上一些金色的铜链 这样做一件classic一点 但又会sporty一点的jacket 一个英伦风的感觉 是 没错 那其实也是 因为我们始终都是 在英国人之下生活过 都会沾到一些风气通 西服来说 他们真是非常之好 做得 是全体很正统 和很gentle的 可以穿到个男性 可以带到个男性的味道 魅力出来 那其实刚才说了 要量身定做 那我想问我量身的程序 会是怎样 由谁开始量 和要量什么位置 首先我们需要客人 站在一块镜面前 很自然地站 但是一定要提一提他 因为通常客人 一站在一块镜面前 就会很自然挺空收幅 这样反而量出来 尺寸就不准了 所以我们一定要客人 放松 然后好像平时 那样站在那里 那首先我们先量一下褲子 我们会问客人 那条褲子会穿在哪个位置 因为现在年轻的人 就会喜欢穿 比较低腰的褲子 和会比较薄一点的 需要注意 所以我们的褲子 就会财低一点 那浪子会高一点 相反如果客人 是比较老人家的 年纪大一点 就喜欢穿那条褲子 高一点的 还有会打两个杂 整条褲子就会舒服一点 但看上去就会比较松身一点 之后我们就会量到上身 上身的话 我们就首先看看他们 有没有高低薄 还有长短手 还有我们就会看他们 有没有肚腩 因为如果肚腩的话 我们就会 前身会大一点 或者有没有驼背 还有腰有没有咬前 其实就不只是胸围 中围 肩阔 那些 加上其他那些尺寸 都有40个位置 我们要看的 那也是 因为我们之前做moderning的时候 有时候计身 领位 或者肩阔 手长 全部都是一一都要计 尤其有些大腿 小腿多高 还有坐在那里 有条褲子不知道哪个位置 虽然我比较少了长阔 但我大概都知道 都是几繁复的工序 其实当好尺寸之后 你们正身开始做西服 西装的时候 你们做西装的过程 或者程序又会是怎样的呢 量身 谈好款之后 我们就第一时间订料 那快料一到了之后 我们就第一时间拿去蒸烫 即是用蒸气烫锅 烫平快料 那样 因为那些羊毛会缩水的 那这个步骤就是 确保裁了之后 不会说 之后烫的时候会缩水 那尺寸就不准了 那之后呢 烫的期间 我们就会check 快料会否有毛病 比如说有酒沙 或者是有孔的话 那我们就用滑粉 就会滑下 那我们裁的时候 就会避开这些毛病 跟着同时间呢 我们就会叫师傅 裁上纸样出来 那是属于客人 独一无二的纸样 还有呢 试身的时候有什么改动呢 我们都会改了纸样 所以做好一套西装之后 那个纸样 和西装本身的尺寸是一样的 嗯明白的 那其实呢 你说过了 会有两次的fitting 来确保 那个尺寸 就是perfectly 对自己 和西装真是为了设计 设计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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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 所以就会用高型出来给客人试 那试的时候 就需要客人 就 穿回平时的位置 譬如说 这条褲穿多高啊 褲腰大小 对不对啊 会不会又有高低腰啊 因为很多时候 有时那些客人就说 我有长腿的肩 但原来不是的 只有我有高低腰而已 因为高低腰的话 会影响到腹长的 但我們一財 低了那邊 低一點 短一點的話 整條褲就會不值一點 另外如果肩的話 我們就會問客的肩闊 袖的長短 常見衣服的長短 或者是翻領的位的闊窄 三身大小 這些東西第一次試身的時候都可以改的 還有最重要的溝通就是第一次試身跟客人說 整套衣服的比例 合不合身形 諸如此類 明白的 基本上第二次試身的時候 已經做好所有的工序 其實應該拿得走 練西裝如果我覺得沒問題就舒服 我想問當我是第二次試身的時候 我有什麼特別需要注意來確保西服絕對適合我呢 第二次試身的時候 我們會做好兩隻袖 我們就會 double check 那個袖的長短 還有我們都會再看第一次試身改過什麼呢 我們第二次試身都會再看是對不對的 譬如說褲腰改小了之後會不會太緊 衣服又是改小放大之後客人會覺得太鬆還是太緊 我們都會再看一次 明白的 最後都是 double check 關掉了 總之就貼身合身 適合到日常令它舒適舒服 應該第二次試身如果是OK的話就已經可以拿走了 第二次試身之後呢 我們做最後一個工序就是 因為整件衣服那些扭門要用手鎖 因為第二次試身那些扭門還不可以 因為我們確保就場剛剛好 我們才會開扭門 那扭門那些我們都全部用真絲線去鎖 那為什麼要用真絲線呢 就是因為真絲的話 無論你扣開扣多少次都好 它都不會散口的 依然都是這麼漂亮這麼柔軟的 明白了 真是希望了 當一套西裝去到你手上的時候 已經是最貼身 最舒服 最合身 一套很漂亮的訂造 為你親自訂造的西裝 那大概現在都知道這個訂造西裝的過程是怎樣的時候 去一去廣告 稍後回來繼續Quality of Life 第九大香港冬季購物節又來了 有潮流直銷地帶 便宜美容服飾精品任你選 自齊家居潮流博覽區 幫你家換身裝 還有電子消費品和汽車潮流博覽區 最新科技產品率先行 加上年年都熱腸逼爆的冬日美食嘉年華 除了可以吃盡環球美食 還有勁飲勁食大菜讓你一賤食命 10元就可以橫掃四大展區 12月24至27號當然去灣仔會展啦 傳統觸面 懷舊點心 米芝蓮升級食虎 正豆觸面專家 安利消防器材有限公司 為你提供最合適的家居防火設備 音樂不單止可以聽 還可以按摩 O-SIM 星星帶 將我喜歡的音樂 發成鼓動式按摩節奏 舒緩肩頸肌肉 一邊聽歌 一邊享受按摩 音樂魔力 重新感受 O-SIM 星星帶 O-SIM 全港首創 即湯油水燒龍蝦 特價38元 還有備製五色生蠔 和過百款燒烤入你選 想試一下如何把村式燒烤 融入港式風味 那就快點來佐敦的龍蝦燒 試一下 訂座電話 2780-0088 專售歐美浴室設備 代理國際一級品牌 門市遍全港 提供專業優質服務 富記五金水喉結具有限公司 除菌、防媒、辟味 一枝備長炭 淨化家居沒有困難 全港唯一備長炭專門店 炭資源 傳統培育智慧 現代護理調養 專業培育員陪你坐月子 愛寶寶 愛惜你的身子 好月子培育 令寶寶健康 令媽媽無憂 月子坐得好 一世沒煩惱 小風光大控訴 串燒內容齊齊報 人氣話題有份路 首先我們研究一下 言歸正傳啦 單單打打 稀笑怒罵 嘉賓主持不分上下 惡狗成忠熱話 吹水懶嘆什麼都行 熱爆話題胡亂說 謝謝 張文維 天日好生活 新勢力主持每天送上精彩生活資訊 和你品嘗各種口味 享受豐富美食 時尚服飾 即時show給你看 潮流達人教你化美妝 換新綠 創衣無限 發揮你的藝術細胞 還有藝人上來聊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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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无法 我们都要蒸汤的 譬如说说烫功来说 整件衣服的翻领这个位置 后面我们全部都是人手 逐针逐针地挑的 所以才能做到一个很自然的 一个natural roll的效果 为什么要用人手呢 用机器做不到的 因为如果用机器做的话 就会变成一块平平无奇 没有了那个很贬的卷曲效果 人手是不是有些技术上的方便 会做得更加 detail 还是怎样 人手做是会好些呢 是 因为人手做的话 我们可以做那个扑起的效果 譬如说衣服的胸的位置 里面那个衬 我们都是要人手逐针逐针整个圆形 有个立体感 如果不是用机器做的话 就会整个平平无奇 嗯 明白 其实这样的换句话说 其实是不是人手做的suit是比较好些呢 是啊 还有人手做的话 里面那个lining 那个就圈 我们全部都用人手挑的 这样就会舒服些 因为如果用机车的话 就会觉得很紧的了 OK 明白的 但是最重要的detail的位置 都是用人手部分 善重有经验的师傅去做 就可以贴一点 做得好一点 令衣服更加舒适 其实除了一件衣服之外 例如西裤 在腹脚 常常都很多人会磨损 其实你们有些什么可以预防 或者可以怎样做呢 如果是西裤的话 我们在腹脚那个位置 我们会做那个本料 套上一个很小块的piece 这样就会防止 因为长延累月 那条裤和皮鞋的摩擦 而损耗的 明白 所以如果它损耗的时候 就可以预防它了 它会佳排好 其实除了这个衣服之外 很多人订造这个西装的时候 都会订造这个衣服 其实我想问一下 订造这个衣服的流程又会是怎样的呢 做衣服那方面 当有客人来到的时候 我们都会被他们选择了 通常都会是 看看那些客人会是喜欢做一些business 那方面穿多些 还是casual那些的衣服 那我们通常都会是有一些正式的 或者是会有一些条文 也都是会有 那通常这些客人选择完布料之后 就会选择款式那些 譬如是选择什么款式呢 选择领 选择袖口 这些款式那样 通常会是有什么款式呢 都会是有这些 这些领 button down 我们叫button down 那些领 或者是八字领 这些 看似是礼服领一些 是不是 礼服是另一种领 但通常现在for business 都会是 有我们很多种十几种不同的领 通常都会是business 都会是 比较用这些或者是这些款 那我们会是有很多款式 给那些客人选择的 那然后这些袖口这些呢 我们也会是有这些 或者是这些是有双楼的 我们到时就会有很多不同的款式 是可以给那些客人选择 那我们这三款呢 都会是对上一些文理的 是这样的 全部都会是对上条文 对上条理这样 然后摄三楼呢 我们都会是用Modal of Pearl MOP那些 背壳楼那些 我们全部都会是用针丝线 人手这样钉下去的 一针一针 那我们也都是用French seam 全部是每一寸二十二针 一寸一寸一寸的 全部都这样钉上去 用人手 通常我们摄三 都会是那个做法 都会是先缩水 缩水之后 然后才会是再裁剪的 然后接着就会是 每一个客人都会有 他自己的款式的pattern 那如果有试完身 第一次试完身之后 如果一个客人 有些什么需要 是改动的时候 我们都会是跟着 是改回那个纸样 那通常大致上 我们都会是这样的做法 嗯 那就是了 我想问回 那听起来好像没有西装 那么繁复 在度身方面 会不会又是 没有那么多东西需要度的呢 其实都是一样 跟差不多西装一样的做法 都是一样 是有同一样的測度 那就是度一次就可以了 就不是因为我要做卸衣 所以又要度一次 也是会一次试身 一次度身 那Cornier 其实我看到了 这件卸衣 它的袖口的时候 它有些瘦字 其实是什么来的呢 瘦字呢 通常都是客人自己喜欢 有些客人会喜欢 也会喜欢瘦在这些 就口位这里 或者有些客人也会喜欢 瘦在腰部份的地方 或者有些甚至乎 是瘦在衣衫后面 也会有 那是depends on 是客人自己喜欢 嗯 其实都是一个 多数啦 我知道了 都是一个英国的传统 那些贵族 都会将自己的英文名字 就会称回自己的衣服 代表一个brand 其实我们有很多名牌brand 都是用外国人的名字 他们就会觉得 我就是自己的名牌 就会称回自己的 在衣服上 其实做一件衣服 我想问 工序就看了 没有西装那么繁复 但是试着或者订造的时候 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呢 所以比较要注意的时候 通常都会是 做起了之后 如果是领的大小 如果是太紧的时候 太紧或太松的时候 穿上来又不是那么舒服 不是那么自然 如果是领太大的时候 再打起领胎的时候 那变得整条领 好像感觉好像缩终了 那不是那么好看 那个袖那里 如果是太长的时候 又是穿上来的感觉 又好像又不是很自然 最重要的是 订身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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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身就要 总之就是fit 如果不是 为什么要订身病座 其实我们都只是说了 这个西装外套 西装褲 和衣服的流程 其实我知道 正式的西服 好像不止那么少 不如安娜和我们讲一下 正式的西服来说 是会有什么的 因为现在普遍 年轻人 就只会穿一件jacket 和一条褲子 如果真的一个传统的西装 其实中间会有一件背心 背心方面 一样都会有单扣 双扣 但是主要 因为如果你只穿一套西装 没有了背心 其实传统来说 是差点东西的 所以一套西装 我们所谓的三件头 就一个正正式式 整套suit 这个就是我们 英国人流传下来的文化 这个传统也是 穿完之后 突显到男子的气概 另外我知道 也有一个代口巾 好像安娜今天 也有配戴到的 这些都是比较年轻人 都会忽略了的 那其实我想问 这个代口巾 你会包裹 还是我们另外出去配的呢 其实就要自己出去买的 我们就不会包的 不过我们自己的店铁都会有卖 那其实主要来说 现在年轻一代 都是订了西装 可能都是一件衣服 一件衣服 一件衣服 和一件外套 那大概需要多久的时间 和大概价钱是怎么样呢 价钱方面 我们全部都是 其实欧洲进口的名牌子 都会有 比如瑞士料 Adumo 那价钱那方面 都会是 如果买衣服那方面 通常大约都会是 千多元左右 大约 那就会有很多不同的布料 可以选择 都是不同的客人的需要 看看他是for business 那方面 还是formal wear 那些 那通常都会是 由 塞衣服就千多元 那如果塞衣服那方面 通常都会是 一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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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万开始起 亦都会有很多不同的布料 可以给客人来选择 这样 明白了 都有很多不同的选择 我们的布料就是 一只叫做小羊駝 暂时都应该是最贵的一只 都会是做一套衣服 大约19万左右 明白了 都是一些比较矜贵的布料 相信穿上去一定有贴身有美 尤其是经过这个专人订造 多谢两位今天来到 Quality of Life 和我们说了这么多做西服的知识 也有这么多流程 如果大家想重溫我们今集的节目 欢迎来到以下的网址 www.apus510.com.hk 再来到我们的iPhone 或iPad 订阅我们的apps 随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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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溫我们的节目 今集时间差不多了 下次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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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